卖卖景观公司多年来配合农政单位协助社区小农 建立农业品牌行销包装农特产品 今年度在水宝局和华联县政府联合举办的农好生活节当中 也带领了11个小农社滩 展现他们的优质产品还有行销包装 获得现场贵宾和游客赞赏 充分展现了华联独特的农村生活魅力 由农委会水宝局、华联分局和华联县政府 共同举办的农好生活节 这个星期假日在华联向日广场观光渔市举行 现场有很多的农好市集 其中卖卖景观公司也为多年来所辅导的社区小农 设置了精巧温馨的摊位 展现出各家独特的优质农产品 水宝局、华联分局也肯定了多年来公司协力所努力的成果 我们从106年就华联县政府做合作 目前通过农寨社区大概有38个农寨社区有通过农寨计划 通过这样的农寨计划 也培训了1000多个农民朋友 以前的社区是比较属于单打独特型的 那经过我们跟县政府这边去做合作的话 那已经用区域亮点的方式做一个链接跟串接 那也在这种就是跨域跟多元的部分 我们也跟农会跟在地的企业做结合 让我们花年的这个好的产品 能够在产值或者是一个品质的部分 能够充分的提升 那也多元化这样子 卖卖景观公司所辅导的小农 包括来自秀林同门 万荣西林 光复马太安 富里万宁 吉安南华 寿峰峰坪 玉里赤克山 瑞穗富星 还有玉里松浦等 每个摊位都摆设出各家最优质的产品 也充分展现了花莲独特的农村美丽 卫旅会花莲市报道